報疫論,昨天又應驗了我們觀眾的一句對我的批評 就是說每一次去到高潮的時候,我都停了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是一個連續劇 連續劇去到高潮位,當然要停一停 而且這個是我和周顯大師大家的默契來的 所以不要賴我 好了,今天就由你去講 好,為什麼這麼多人追捧的股台明星David Webb 你對他有這麼負面的批評 首先,我昨天提到,你的投資者利益 和股票公司的利益 和整個地方的股市利益 或者交易所利益,往往是相反的 David Webb是一個教理,買了一隻股票 然後拿三年,等到投資升值,然後派息 然後大家就一起賺錢了,對不對? 都很簡單的,這要落縮的話 那你三年之後買了之後,你的成交在哪裡? 那你公司賺什麼? 股市賺什麼? 網航狗 那件事就是這樣,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做一間證券公司,很有實力的大輝證券公司 他買了一些股票,有一億錢買的 我想你沒有聽過這個證券 他很搭水的 但公司是虧本的,他只是養著那些伙計 你買回來,買一億元,三年之後才賺 或者七年之後才賺 那你股市吃什麼? 股市就是靠這些低賣員的傻居 那些人有些人炒來炒來炒來炒去電腦機的生存 那些人生存的,對吧? 嗯,交易所是這樣 是的,如果一個人都好像DWB那樣 那你是不是不用生存? 嗯 那是不是這些人提出了這兩項舊? 其實不是的,周顯 其實很多市場上都出現的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股市的獨有現象 你買樓也是一樣的 你沒有交易的話,就地產代料找不到吃 但這個往往其實也都跟那個買家和業主 是有一個基本上天生的一種對譯的狀態 你想不想做,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做一個股票市場?交易所 交易所正如你做外匯交易所 外匯交易95%都是炒來炒去的 都是沒有實際上真正跟外貿的 那你想不想做? 你如果想去DWB那樣 就好像新加坡那樣 就是買了回來,接著不動 接著你就沒有了市場 那市場就是靠一些很蠢的人去生存 不過其實這個說法我又有一點補充 我又不是說覺得你說得不好 而是事實上DWB只不過是市場上 其中一種類型的參與者 不是,他那種類型的參與者 他鼓吹這種說法 不是,我這樣說我沒有 但是,像你所說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他 不是 很多人心裡當他英雄 但實際都繼續走去日常運動 那狀況不是這樣 那狀況是交易所是推廣這件事 交易所是推廣這一種的想法 交易所推廣是說大家投資不投機 但是交易所就沒有界定 現在他是賭博 或者投機 根本上交易所都不知甚麼是投資甚麼是投機 OK 他們應該那種叫賭博 What is speculation? speculation有一個意思是calculation的意思 是剛剛speculate 創新的意思 剛剛英文 這個defination應該是怎樣界定 是的 英文中文投機的機字是有一個機會的 你每天堵著它叫投機嗎 那種叫賭博 投機chances are rare 你見到一個機會很少會出現的 你去買下去 你見到calculation 我明天會將今天這一集 看看怎樣將這個訊息交給證監 或者教育我們的投資股民 首先第一 我們要分清楚 賭博 投機 投資 三級制 好嗎 沒錯 甚麼叫投機 投機是對的 因為一個人不投機就沒有發達 你投機可能是 你一生人只是投機幾次而已 現在說甚麼政治投機 那你就見到一個機會才投下去 現在是賭來賭去 其實一個股市就是一個賭場 賭場大部分人都輸 你不接受人輸的話 你希望大部分人都贏 你實際上做不到一個股市 尤其是現在 現在大家發現是沒有人做長期投資 這個可以說一百樣東西出來 究竟基金怎樣運作 究竟怎樣運作 但是這個要磅水才能夠聽到 如果不是的話 最好你就聽不到一些最精要的東西 或者金融市場究竟是怎樣運作 究竟是一樣東西 那個是一個妄想來的 但問題的妄想 當你當你一個幻象 幻象是變成人人都相信 你就變成真了 簡單來說 你做槓桿已經是一個幻象來的 為什麼你要被人做槓桿呢 做槓桿已經是有一個虛假懲罰 但問題是當大家的槓桿習慣了之後 就沒有問題了 沒錯 這個就好像李卓仁當年的時候說 他說不如現在我們派出明年的錢 類似是這樣說 你知道永遠都派出將來 派出一年的話 你以後就等於那樣東西 就等於是 不存在 不存在 不過其實你說這個 我理解的 反而我有一個問題 我想跟進問你 你怎樣看這個退市機制 因為上市固然艱難 但退市其實對投資者來說 對一般小投資者來說 其實是不是真的一個公平對待 是很不公平 所以已經是甚麼 我上市給了錢 現在這個就等於是 就是你不認數 整個退市機制 就是說我現在上市給了錢 現在你無端端逼我退市 現在 而且還在現在這個狀況 你繼續強逼我退市 就是現在 以前的時候 03年的時候 沙士你都仍是 有Grace Period 那些所有申請不到 再再來 現在你連是 有COVID-19 你都仍是這樣 我覺得整個監管機構 盲目不忍 你都仍有你強編退市 我又不可以說是盲目不忍 因為我說話一向都給你小心 但我真的覺得 證監或者交易所 這麼嚴謹去處理上市機制 其實在退市機制來說 其實如果往往每一次都是 很多時候 由大股東 或者控股股東提出 而小股東其實是否一個很被動 你現在說退市 是私有化式退市 還是你因為 被迫退市 被迫 因為你不夠生意退市 退市 我們分開兩位說 我們先說私有化式退市 私有化式退市就是這樣 現在到最後就是 原來到最後炒股票 你就不給 那我不如不炒 我私有化 我私有化的話 有股票一定下跌的話 等到它下跌了五、七成 那我就私有化 原來炒股票不給 就是炒股票拘捕 所以就沒有仇報 所以我還說是否有問題 原來做事那個就拘捕 我炒股票 原來我不做事 那個名搶就是合法的 那名搶就不會合法 那這個就不是名搶 你現在 你現在只猜它借一元 三毛錢 就故意不找它 因為不動它 那還不叫名搶 有時都不是動不動的問題 有時是大股東 譬如他對資產價值 可能他有一些看法 跟市場不同 看什麼法 你講的那些都不對 看什麼法 他看法就是undervalue 那就是大幅度 那就是搶 那還不算搶 那還不算搶 但我都說我講得斯文 那就是搶 那就是明搶 那就是跟明搶 你只說我不對 我沒有說是明搶 我就是說我講得斯文一點 是明搶 明搶就可以 原來交易所 你明搶就是乖乖 我炒就不行 乖乖乖 我炒就不行 我炒就不行 我炒就是做事 就是扔錢出來搶 至少我不會退市 至少我invest這些錢下來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說的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被迫退市 被迫退市就更加 你現在說那個事情是做得不經驗 他會有些hearing給他的 我怎麼做呢 例如你COVID-19怎麼做呢 你那個人做 那個人華人飲食股 不要說一些個別的名字 飲食股 是的 ok 而今時今日你DQ的飲食股 難道我飲食股 今時今日還開餐廳 你一定要做 我轉型就不行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 有一間公司現在被迫退市 某一間公司有幾十億資產 然後被迫退市 那些人說 公司有這麼多資產 你又不保護我 那怎麼辦呢 那是否真的 其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監管機構他們過去那套的方法 都在 即是你這麼救病的話 你覺得應該怎麼做 即是是不是 要再整多一隊人出來 對這些問題 我們重新去審視一次 或者成立一個委員會 根本就是整套東西都是很糊塗的 他們只是想著 拉人 只是想著 不讓你 不讓你在這個方法去做事 然後人家在那個方法去搶錢 那你怎樣 實際上沒有辦法 對 對 那你 你如果退市的話 你不監管 如果那間公司有幾十億資金的話 然後 你有退市 那你退吧 我退了更好 我慢慢去餘育小股東 對嗎 我現在公司大白有幾十億資金 然後 原來我不做生意 你就逼有退市 那退吧 本來你就有證監會監管 現在就沒有了 那我就更容易去餘育小股東 對嗎 最後一條搞過 你連監管都沒有了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不給你退市 那些人是壞人 你就拉他坐牢 你就罰他錢 你就叫董事負責 對嗎 你就不讓他退市 你不讓他走 意入難出 所以 其實我想我們今天講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提出呢 就是 我自己都很少看到 有財經節目 論及退市 這個問題 反過來 很多時候大家 其實 我想觀眾 反而是 對上市 就很有認識的 上市的程序 機制 需要的 過去的資金 盈利等等 但其實退市這一部分 我覺得作為精明的投資者 尤其是跟周顯看財經那些 都應該要知道 對 我們都知道 對 退市有些自圓鬆 我們就不要做自圓鬆 我們要做一個好人 好 下次再談 非常美味 我希望您 我希望您 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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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